在高通胀不断加息的情况下 澳股整体呈下跌趋势 自2021年8月的高点下跌近13% 但在通胀高企快速加息的悲观情绪中 EDV的股价却节节排升 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原因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相信EDV这个名字对很多投资者还是相对陌生的 但是相信澳洲的朋友一定知道BWS和Demurface Indiva Group是从Words集团拆分出来 并且在2021年6月与ASX上市 EDV主要经营酒类和酒店类业务 其目前经营着258家Demurface 1411家BWS 344家酒店和7家酿酒厂 每月平均线上访问人数可达1100万 目前其收入75%来自于酒类业务 另外的25%来自于酒店业务 麦考瑞认为酒类业务与酒店的业务可以形成天然的对冲 例如疫情期间酒店的业务经历了寒冬 但是EDV的酒类业务却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 这种组合使得EDV可以更好地抵御经济衰退 EDV受到投资者青睐的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 EDV的收益较其他非必需消费品零售商更具有防御性 在经济衰退的时期 人们非但不会减少对酒类的消费 相反会增加 这对于BWS和Demurface无疑是一个优势 另外随着疫情限制的逐渐解除 人们期待并且很多人已经开始了旅游计划 投资者认为其酒店业务也会相应地增长 其二 EDV的息税前收入一直在上涨 我们可以看到其零售业务从2018年的5亿1600万 达到了2021年的6亿6900万 其酒店业务虽然在疫情期间受到了严重打击 但是息税前收入也在恢复中 逐步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这也让很多投资者对于EDV的长期发展充满信心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 EDV目前的市盈率大概是29.2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这意味着其目前股价是处于被高估状态 当下的不断上涨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市场避险情绪的趋势 目前看来市场的避险情绪还会持续 EDV也会继续受到市场的青睐 因此大家可以多关注这只股票 在低位时市场布局 其不仅可以作为防守型股票来应对衰退 也可以作为一个具有长期潜力的股票来持有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心里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9188-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